好 鄧文燦在桃園看守所裡頭 今天一大早起床吃早餐 但是當然吃的是粗茶淡飯 而他的律師陳永來 一大早就前往這個桃園看守所 來做會面 除此之外 包括了有議員也是悄悄去送錢 甚至還有朋友呢 幫忙送日食品 可能可以說是這個行程滿滿 前海接會董事長 鄧文燦涉嫌貪污 十一號晚間裁定積壓 禁見隨即送往桃園看守所 雖然桃園有位夜間收容人準備便當 但鄧文燦沒有吃 他表示有先吃了麵包不會餓 接著晚間九點監鎖席燈 跟著其他收容人一起就請 十二號是鄧文燦被羈押的第一天 根據看守所透露 他早上六點四十五分就起床吃早餐了 而一早呢 還有律師前來會面 行程可以說是相當忙碌 根據桃園菜單內容 鄧文燦的早餐是黑糖饅頭 水煮蛋配賣茶 午餐包括炒雞丁炒食蔬香腸 愛玉冰蘋果等 只是恐怕還是食不下咽 而他被收容在四人房 因為身份特殊關係 因此也跟案情相對單純的兩名炸漆犯 還有一名毒販同住 另外看守所的第一天 照冠利耀進行健康檢查 鄧文燦也不例外 必須全身脫光一絲不掛 全面性赤裸裸接受檢查 就怕鄧文燦不習慣 一大早律師陳永來就來會面 關心他生活狀況 除此之外 也有自稱是鄧文燦的朋友 前來送生活用品 就連龍潭區議員張兆良 也悄悄送前來 簡直到處都有鄧文燦的人 雙手一揮轉身離開 原本陶間副典域長預定受訪 但疑似被律師下封口令 不願多做說明 曾經的市長如今淪為截下球 恐怕未來想翻身都很難 今天蔡宜潔威樂為王守華桃園報道